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曾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鎮迪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冷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就講一講 就是六個國家 這六個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 之前或者將要開啟這個解封的 現在這六個國家的情況如何呢? 我們總結一下 第一個國家就是 大家知道了 以色列 以色列打疫苗真的誇啦啦 隨著疫苗計劃的推進 其實以色列在二月的時候已經開始取消社交限制 到了六月中旬 以色列一半以上的人士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 以色列人不再戴口罩 生活也開始恢復到 疫情之前 商店、餐廳、酒店、電影院都是完全開放 自從那時候就有些暗湧出來 不是有些暗湧 很大暗湧 就是Delta變種 Delta變種當然更具有傳染性 傳染得更快 所以每天生增的個案也不斷上升 雖然官員說 重症病人依然比較少 還有轉的人數也不多 不過這個星期以色列也達到了四個月以來的風值 就是有754人中了19 現在由於個案激增令到新任的總理貝奈特 就進行反思 根據所謂的軟壓制方法 以色列就準備要求和新冠學會共處 正在恢復的限制措施 甚至有強制在室內戴口罩 以及對所有到達以色列的人 一定要進行檢測 也是應該的 另外一個國家 我們之前說過荷蘭 荷蘭疫苗接種率之前上升 個案也不斷減少 荷蘭6月下旬 其實有些措施就開始放鬆了 幾乎所有地方都放棄戴口罩 以及鼓勵年輕人再次外出 不過從那時開始 雖然放鬆限制 並且沒有導致入院人數明顯增加 但是新增的個案都飆升 也升到去年12月以來最高的水平 隨著荷蘭衛生官員被批評的聲浪越來越大 荷蘭總理雷德上星期五 都被迫做出一個令人尷尬的轉折 就是重新實施很多限制措施 而這些措施僅僅僅取消了三個星期 餐廳、酒吧就被迫從午夜開始關閉 而耶典再次關閉 呂特就說 不好意思 我要為我錯誤的判斷道歉 想不到 總理都是要跪一跪 因為荷蘭都是 我們都很多網友在荷蘭 都覺得有些心驚膽跳 我以為現在這個時刻 變數太多了 是的 那呂特就承認 他說 我們認為可以做的事 就是在實踐中做不到 也不可能做到 就是說那些解封 結果荷蘭的政府網站就說 這些限制措施至少要持續到8月13日 另外一個國家就是韓國 韓國其實早期在處理新冠疫情方面 都是比較成功的 它是之前最早擺脫新冠大流行的 幾個東亞國家之一 6月份的時候 韓國宣佈允許接種了疫苗的人士 在戶外可以不戴口罩 允許小營的私人聚會 並且放寬餐廳的營業時間 但是 專家就警告 韓國好像過早地對新冠的防疫措施放鬆 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接種過 結果現在韓國真的不妙了 韓國正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疫情爆發 每天破紀錄的新增數目 就令韓國政府在全國大部分範圍內 因為馬上收緊社交措施 在首都首爾 居民也被禁止在18點後 和超過一個人見面 只可以兩個人 隨著變種的Delta快速傳播 和疫苗接種率放緩 因為大家的心散了 公眾對韓國應對新冠的信心 受到很大的打擊 另外一個國家就是瑞典 跟大多數國家不同 雖然也實施對餐廳開放時間的限制和對所有人的限制 但是瑞典主要是依靠自願措施來阻隔新冠 以及之前瑞典也說過 哎呀不怕 群體免疫 被人罵得他直直 大家都記得 說他在儲牽人命 其中一些限制已經放寬了 好像7月1日那樣 體育館就允許有3000個座位的觀眾入場 並且取消了開放時間的規定 7月15日更加多的限制被廢除 自春天以來新增的個案的確是下降的 這個也歸功於他們肯打疫苗和天氣變暖 也意味著更加多的瑞典公眾在戶外時間出來走一下 但是由於擔心Delta的來襲 大多數返回瑞典的旅行者 也接受要求他們進行新冠測試 另一個地方就是這裏所處的澳洲 過去一年澳洲大部份時間 其實澳洲人享受到的生活都是蠻好的 因為沒有什麼限制 很多人都不戴口罩 因為澳洲國內確診數的確不多 當出現疫情的時候 澳洲政府也快速封鎖 以確保零確診 好像柏斯一月份因為一個個案那麼多 就封城五天 但是6月中Delta就來襲澳洲 檢查這張單究竟是否必需品 還是騙人 經常說自己購買 另外除了適量 當然是墨爾本 墨爾本也要封城到下星期二的 下星期二的11點59分 其實都是令人很心酸 為什麽呢 就是澳洲接種疫苗的人口只有12%左右 官員說復常需要一段時間 很多州都開始取消限制 放棄佩戴口罩 並且允許企業重新開業 6月份美國人口最多的加州就宣佈 開始重新可以過好日子 在紐約疫苗接種率超過七成 所以幾乎取消所有限制 總結來說 目前美國確診的個案不算很多 雖然過去兩個星期也翻了一番 新增的病例因為它之前太厲害了 你記得特朗普執政的後期 敬得太厲害了 所以他們說現在好好的了 真是你 是吧 好好的了 所以有些人說 現在我們雖然每天新增的個案都多 但是和最高的時候十分之一都未到 用什麽害怕 這樣說吧 但是尤其是加州 越來越多人檢測中了Delta變種 所以美國人也越來越擔心 這個Delta會大爆發 一些疫苗不足的州份也都出現 福奇先生也說過 美國變成兩個美國 一個是有打疫苗 一個是沒有打疫苗的地方 因為有些地方 就糟糕都不肯了 說明了 很奇怪 不知為何 不見四塊板不流淚那種 沒有錯 所以我就覺得 有沒有搞錯 美國其實疫苗是儲存的那麽多 這樣也不行 你看台灣省多慘 是吧 在紐約市 其實個案在一星期之內增加了接近三分一 疫苗接種率最低的社區 當然 個案上升的幅度就是最大 走的人的數目也都越來越多 但是就沒有去年那麽多 因為去年實在太誇張 去年其實是 多到是一個不可以接受的程度 所以現在人們覺得有都不夠去年 那些人覺得 跟最差的時候比 都不是很差 就是這樣想 是呀 是不是真的很想 是否想變回特朗普執政年代那麽嚴重呢 是吧 是呀 一些州的政府居然就說 現在 因為 好像大家覺得美國打了那麽多了 用不著怕啊 所以呢 現在看到一件事 現在住院的人 大多數都是一劑疫苗都沒有接種的 所以都是有 所以就看到了 不接種就是有這樣的效果 是不是 那有個偉大的國家 就是那些BNO網友說的 那個偉大的國家是什麽呀 英國 英國政府說不理了 是 是吧 不理了 19號開 英國政府已經確定了 19號 基本上就大家 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嘛 他當時說是吧 是呀 可能是中數里程碑 過去24小時48000多小時 最麻煩又拿不到歐洲杯 是呀 拿到歐洲杯又不同 但是拿不到歐洲杯呢 其實一些限制措施的取消 就意味著所有限制社交接觸和強制戴口罩的法律就被取消 那夜店呢 可能也會有人會走去 不過 那些娛樂場所 入場人數都是限制的 但是 會不會這麼聽話呢 會不會呢 餓了這麽久了 會不會馬上 其實他們都是預料 不管了 我覺得 英國人本身都是不管了 真心地說 不理的了 拼了 幾大幾大笑買就笑買了 忍了這麽久 爽一獲才算 是的 但是其實那些專家 我們昨天都說的專家罵他的 因爲其實還有百多萬人 是未打疫苗的 嗯 一二百萬人是未打得齊的 你這樣做是很空險的 但是他不管了 搞這麽做麽 嗯 沒錯 所以呢 通過這六個國家呢 我們是不是都可以看到英國的 將來的一些命運呢 哈哈 那大家想一想吧 你想一下以色列 都是要收緊一些措施的 那英國是不是真的有 條件 或者這麽把炮真的可以呢 那我們拭目以待 那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